Hello 大家好 我是Kit 今天這條影片是測試台式半面 這堆面其實已經買了很久 記得前陣子有一條影片是台式牛肉麵大比拼 其實在那段時間買的 看單是五月的時候買的 但為何現在才拍呢 為甚麼 陳先生 忙嘛 其實就是有些人拖延症發作 把這堆面不停放在家裏 又不肯拿去拍片 阻礙著 陳積木 碟來碟去很好玩 整間屋就沒有位置放東西了 所以今天我就找到寒 才肯走過來拍這條影片 我們這次買了八款不同的台式半面 全部不同品牌 唯一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全部面的味道 都有一個蔥字的 其實主要就是一些蔥油半面 大家知不知道為甚麼呢 因為陳先生最喜歡吃蔥油半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蔥油半面這個味道來做測評 除了芫茜之外 蔥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香料 一個配料來的 經常都會加很多蔥 Kit有時都會自己炸蔥油 去做些菜菜 這裏這麼多款麵 其實都是在一些超級市場買得到的 除了實體的超級市場 例如大家上下的HKTV Mall 都可以買到大部份的麵 為甚麼這次會特別提提呢 因為上一次我們拍 台灣牛肉麵的影片 很多觀眾會留言問 某一款在哪裏會買到的 其實都是那幾間 我們都沒有特別去甚麼 小的網店 或者上樓店買的 其實為甚麼我不在影片中說得那麼實 就是因為很多時超級市場的貨品 有時都會上架下架 或者可能那一陣子不入貨都不奇怪 如果我講到明白 例如這一款就一定在白街買到 然後這一款就一定在衛康買到 分分鐘可能影片出了街之後那一陣子 他們就未必有上架 所以為甚麼我就不說那麼實 留意一件事就是 他們這些包裝 有些是裡面有四個麵 有些是五個麵 所以大家不可以只看他們的零售價 就要除4或5 另外有一款就只有一包 其實這就是真正一包最貴的 因為這個 這個叫賓芝拌麵 其實是18元一餅 我們拿麵去煮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話說我們早前拍了一條 台灣牛肉麵的大比拼 拿了幾款麵出來 然後就說哪一款我們比較喜歡 哪一款我沒有那麼喜歡 那條片的樓下 就有些可能是新觀眾 就比較少看我們的片 或者不太認識我們 就會留言說 這些片是廣告 怎會你買這麼多款麵 然後告訴我們哪一款好吃 哪一款不好吃 一定是廣告 其實我很理解 畢竟如果是新觀眾 未必看過我們的片 不知道我們的作風 所以會有這樣的疑慮 我們是很理解的 所以這次的影片 我在開始之前 就跟新觀眾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 如果是有接廣告的話 我們會在標題 資訊欄和影片裡面 都會有利身 是很清楚告訴大家 那條影片是有收錢 有廣告成份的 如果我們沒有說的話 大家就可以百分百放心食用了 那條影片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廣告 或者業配 或者贊助 是完全沒有的 包括今天這條影片 都是沒有的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給錢買的 另外再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就是為什麼我很理解 有些觀眾會有這樣的疑慮 話說我們早前拍完 台灣牛肉麵的影片 出了街之後 隔了幾天 就有一間 某一個大品牌的食品商 就聯絡我們 就說想下廣告 跟它接觸了 聊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說其實它看了我們 台灣牛肉麵的影片 就說很喜歡那個模式 那個模式 就說可不可以 用一個這樣的模式 就加上其他品牌 其他廠商 然後你就試完這麼多的產品之後 就說我們那個是最好吃 最好吃的 這個就是那個廣告商 那個客人 就是他們想 他們要求的 那個這樣的做法 我一聽到它 它都沒有說完整句 它想說的對白 我已經停止了它 就說我們是不會做 這樣一個模式的廣告 所以這個廣告 其實很快就推了 就沒有接到 其實那種就是假測試 或者假盲測 或者假比拼 假自費 也是假自費 假自費就不用說了 假自費是極多的 其實有一件事 因為內德九也有些觀眾 會誤會我們是假自費 大家有看右碗畫碗就知道了 我們拍最多人留意的影片 就是自助餐 其實很多酒店都有留意到 我們的頻道 其實很多時候 酒店公關都會聯絡我們 找我們可能想免費 提供我們去吃飯 特別是自助餐 另外近來就有很多 那些時間 有些是想找我們 去試下午茶和中菜 但是我們到現時為止 是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酒店的業配 一元都沒有收過 不要說收錢 真的連那些免費的招待 我們都是從來沒有接受過的 又給大家一個提示 因為其實香港有某些酒店 就很活躍地去做這一種推廣 很喜歡這種模式 很喜歡這種模式 就是找一些人去做一些假自費 例如假評測 亦都很喜歡YouTube這個平台 所以你有時會看到 可能有某一間酒店 突然間在某一個 前後腳幾個星期 他們就會有很多exposure 什麼叫exposure呢 即是同一時間 有很多個不同的KOL 其實都不一定只是YouTube 他們可能有些會打擊Facebook 有些會打擊IG 然後也會找一些傳統media 可能報紙、雜誌、網站 總之就是很廣泛地 鋪天蓋地 在前後幾個星期 就很多人都會去介紹那間酒店 所以如果在我們行內人來說 就很容易知道哪些影片 或者哪些報道其實是閃稿 我們就很容易分辨 因為同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都會收到他們的邀請 要不就是明刀明槍 你給錢賣廣告 我們在廣告日都會 擺到明就是廣告 不會說我們現在給了錢來自助餐 然後很棒 我們就不會這樣做 每一次找完我們之後 如果談完 因為我們一定要說明是廣告 有些客人就不喜歡 談完就發覺沒辦法 談得好 你不合談 不合談 對 即是同學不合談 因為他說要我假裝不是廣告 同學不合談 他就會去找了別的渠道去買廣告 所以通常我就看回時間 例如A品牌 然後我不接 他說一定要假裝不是廣告 然後可能隔了幾個星期 就會有別的 我用媒體來稱呼 就會出了那間餐廳的影片 然後他裡面介紹的菜式和內容 就是我收到的 可能是一些Media Kit 或者 Press Release 裡面的內容 跟著說 所以我一看 我就知道原來那次我沒有接 他就找了別的 所以很容易就看到 但是觀眾就沒有辦法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去知道了一些細節 所以有時看這一類的影片 有一些疑問或者有些警戒心 我們真的很理解 我記得我們曾經接受了一個訪問 當時記者就問我們 我想問一下為何你們這麼久以來都會不騙觀眾 我一次都沒有騙過 然後我記得我們就跟那個記者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誠實可以改變了這個行業 因為為何那些客人不會那麼喜歡叫人 去說謊 辦自廢 甚至有時觀眾看穿了去問他們 他們都會說不是的 不認 說真的 這種不認的狀況 少至幾萬十的頻道 多到一些很多十的頻道 都有這個情況 因為一般一些廠商也好 餐廳也好 或者一些 PR 公司也好 他去找一些人去買廣告 他不會只找一個人去問 通常都是問那麼多人 或者他認識的人盡量去問 所以同時很多人都會知道有這個工作機會 所以我覺得 說謊 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 其實就會令到整個行業 都拖壞了規矩 我們都做了兩年多 一碗話碗 市場上雖然是多了一些真實的自費食品 這是有的 有改變到少少的氣氛 但是 仍然是有很多媒體 仍然是有很多公關公司 很多客戶 傾向喜歡用一種假自費的模式 去賣廣告 仍然是有很多頻道在做這些事 看來我們這條影片要剪開 做另一條影片 否則就會說得太長了 可以說幾個小時 其實都做了那麼久 其實很多故事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其實沒有秘密的這一行 做YouTube 因為現在很多餐廳 都不是自己一對一的問你 它是有找Agent 公司的 Agent 公司要收一堆報價 回報給客戶 給客戶選擇 它不會找一個就報 所以它通常問得你 其實有十個八個人都收到那個Email 甚至乎會有接觸 有談了電話 知道是什麼 所以其實如果說了謊 之後 其實不是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是很多人知道的 這個都要告訴一些 新進的YouTuber 知道 千萬不要以為 你說了謊 做了一些 不說得給觀眾知道的 壞事 是很安全 沒有人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公關公司會知道 廣告公司會知道 其他行家都會知道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好笑到 是這樣的 我很多時候 知道了哪些片 廣告是怎樣知道的 就是 收到一個Email 我們可能初步會和公關聊幾句 了解一下 客人是誰 是什麼產品 想做什麼 那我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公關公司為了 要告訴你 它都是一個 正正常常的公司 他們就會 告訴你 他們的資料 告訴你 其實我們都幫開很多 品牌 做開的 例如ABCDE 之前某某人 幫A這個品牌 拍的廣告 都是我們結合的 另外某某人 幫B那個品牌 拍的廣告 又是我們公司接駕的工作 他會告訴你 所以我有時 就是這樣 他知道 原來那天 誰拍的影片是廣告 其實就是這樣 經常都知道 經常都會發生 有時看他 又說自己自費了這件事 不要啦 即是說今天 因為剛巧 哪個生日 很長時間 或者什麼 接 或者怎樣自費 其實不只是產品和食物 旅行都會 當然 告訴別人 因為某某原因 我們去了 其實那旅行都很貴 因為我真的知道 大家都明白 我都有拍旅遊片 我都會有旅行社 或者有些地方政府 聯絡我 去邀請 不是我拍了那些 而是有很多 我沒有接到 有時撞旗也好 我沒有空也好 我會沒有接的 他們都會跟我說 其實我找了 有些人 有時大家開心聊天 他們會說 其實我找了哪個 哪個 都一起去 我會知道 轉頭 可能哪個 哪個 就會作個故事 今天 剛巧因為某些原因 我獎勵自己 我就預約了這個旅行 或是 終於有空 或者因為我想請哪個 誰生日 或者過什麼節 我就安排了這個旅行 所以很好笑 很多這些故事 好了 不說了 說幾個小時 吃麵 吃麵 今次吃哪個 就不要自己選 我們玩抽籤 誰抽 一人抽一次 你閉上眼 我洗亂些 然後你選一個 選誰吃哪個 好嗎 老媽半面 好的 老媽半面 幾分鐘後 好了 我們做了第一個 這個就是他 老媽半面 這個很厲害 拿了一些17年 和18年 都拿到一些獎 不過很多麵都有這些獎 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通常煮這些麵 包裝上飆的時間 我都會減回1-2分鐘 剛才也是 他說煮5-6分鐘 然後煮到3-4分鐘 我自己試一下麵條 已經是淋了 立即停了 否則就復了 他這種就是 幼麵條 理論上 就比較掛到醬汁 但我現在這樣聞下去 其實他最明顯的味道是蝦米味 我試一下 以幼麵條來說 他的麵條的咬口 我覺得是接受的 他不是很糊狀 很軟 那種麵條 我覺得他的味道 完全不像蔥油半面 我自己都很喜歡做 因為剛才都說 陳先生很喜歡吃蔥油半面 很多時候我會買很多摘蔥 然後回家自己做蔥油 通常做好一瓶 就可以留下幾天 慢慢吃 會連續吃幾天 所以我們做蔥油是買很多蔥的 在街市買幾摘自己去炸油 吃北方菜的麵館 他也很喜歡吃 他也很喜歡吃蔥油半面 幾十元一碗 就是因為他很喜歡在街市買這東西 所以我才做這東西 因為明明成本可以很低 他這個麵 拌完醬料包之後 我覺得醬料包的稀結 和份量都很適中 拌出來的麵 首先你拌得開 即是不會太不夠醬 養不散 但是他也不會太水太多 令你的麵太濕 而且拌下去 你看到你的麵條 它本身都是油亮的 有一點點亮亮的 這個吃拌麵 其實是多少要一點的 即是如果你太乾身 太過糠 即是不夠油 即是廣東話叫做 有一點點糠 其實麵吃下去就會不夠滑 即是有一點點油 你看到它有一點油亮 麵就比較拌得開 然後吃下去會滑一點 我覺得醬料的稀結和份量是對的 這個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那我不講什麼 我講保守一點 因為其實我之前是沒有吃過 這一套包裝的食品 我們從來都不買 從來都不買 那些是自己炸蔥的 自己做的 所以我沒有吃過這些現成的東西 真的沒試過 第一次 第一碗 所以我現在就講保守一點 所以我稍後吃了其他的 才再比較一下 其實是誰是真的做得好 誰是真的做得不好 剛才講到廣告的問題 還有一個我可以看穿 那個是不是廣告的方法 漏了我忘了說 就是有時候我知道 可能有某幾位YouTuber 是同一間Agency公司 或者簽了同一間MCN公司 然後他們突然之間 前後腳在幾天裡 就無緣無故講同一款產品的評價 然後他們那些頻道 本來都不是介紹開那類型的東西 即是你平時都完全不會觸碰那些範疇的產品 然後突然之間前後腳幾個人 一起講那個產品 然後我就剛巧知道 他們是同一間Agency公司 因為Agency公司就是這樣 你接觸客回來就會分給旗下的頻道 你們一起去介紹那些東西 然後我有時看回 然後他們又是這樣 觀眾有些好 其實觀眾很好 你明都明昌說那個是廣告 他們會恭喜你 恭喜你接到業務 恭喜你有廣告 然後他們還要說 哎呀不是廣告來的 我也想有錢收 還會這樣說 但其實都是那句 你騙到觀眾 你騙不到行家 騙不到同行 我們快點選下一個麵 這次你抽 阿蛇 阿蛇食堂 它的油和醬油已經混在同一包裏 看到它的油份也比較少 它這個醬料包很水 這就是我剛才對上一碗說的東西 就是它會拌下去好像烘烘的樣子 不夠亮的 這樣它的麵就很容易搭一塊 黏在一起 樣子不散 樣子不開 拌麵來講 這樣就是拌不漂亮的那種 它就拌一塊 很容易一餅黏在一起 然後再說一下味道 其實這個 即是就這樣聞 就已經聞到 它跟它封面寫著油和醬這兩個字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而且你聞下去 只是聞到醬油味 你拌醬油拌麵 有醬油是正常的 這是其中一個成分 但是其中一個成分 就不是所有 很恐怖 這個就是醬油拌 好像生抽拌白麵 真的 它這個就是生抽拌白麵 麵質我都無話可說 它這個麵質就是那種 軟軟爛爛的白麵 本身就是很薄 如果比它更難吃 就真的很離譜 因為它已經很離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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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